好,我們開會開始,那請先讀議程 第一次會議議事錄 時間109年4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時10分 地點本院群旋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奈會員委員等8人 請教委員、何欣淳委員、夜席人員、高副秘書長明秋等12人 翔嵌道部、主席王婉宇委員、記錄陳議會 一、今出席委員推舉蔡碧如委員為臨時會議主席 主持會議選舉本125屆上半年會期經費集合委員會召集委員 即決定輪值辦法並訂定例行會議日期 一、依立法院經費集合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 每會期應選召集委員三人、今出席委員全體共同推選 王婉宇委員、奈會員委員、翁崇軍委員為召集委員 輪值次序依序為王婉宇委員、奈會員委員、翁崇軍委員 二、本屆經費集合委員會立會日定於會期間每月第三週星期五中午 二、報告事項 本院一百零九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報告 截至一百零九年三月止,決定準與備查 三、臨時動議 一、奈會員委員提 制度會管硬體設施勞救 有無改善其環境之整體計畫 並相關改善工程進行時 如何妥善規劃委員助訴問題 決議 請總務處延處 二、風崇軍委員提 本屆委員四二月就職 迄今上有一台公務用筆記型電腦未獲配發 請儘速補發或提供備品工委員使用 決議 請資訊處處理 三、范雲委員提 本院中心大樓有部分委員研究室無窗戶及緊急逃生口 內部空間完全密閉、空氣不流通 不僅影響委員及助理的健康 亦不利於防疫、防火 請評估開窗之可行性 決議 請總務處調查中心大樓委員研究室設置窗戶及緊急逃生口情形 並在不影響建築結構安全之前提下 願意改善的可行性 四、風崇軍委員提 本次委員配發的iPad是屬較低接款 風門不足 如因疫情等因素即經費結餘時 建議考量天購配發委員5G版本的iPad 以提升委員問證及選民服務效率 決議請資訊處言處 五、辦雲委員提 目前委員工費助理的加班費 才固定額度內時報時銷 未使用部分急需繳庫 為此法容易導致福報、虛報等問題 因此請原意增加經費使用彈性 允許將助理加班費留用至教育訓練或其他問證用途 使用之可行性 決議請人事處協調主計處言處 六、風崇軍委員陳玉珍委員提 建議不公布超過80小時用車時數委員名單 決議照案通過 七、風崇軍委員陳玉珍委員提 請評估調整委員每月用車時數上限 及委員間用車時數互相留用之可行性 決議請總務處言處 並於下次會議提出報告 三會十二十五十九分 宣讀完畢 好 謝謝 那我們接著就是在那個 可以 可以 就是那個議事錄的一個確定 我們可以那個 在座的各位委員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來 是 何欣存委員 謝謝主席 大家好 那針對剛剛所唸的議事錄 有一個提案 我想雖然上次我請假不在現場 那大家是照案通過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把這個原由要說清楚 就是有關這個我們用車時數 上一屆之所以為什麼是要公開 就是超過用車時數的一個委員 是在於有這樣子一個歷史背景 因為我連任這一次第三屆 前兩屆的時候 在還沒有這個規定之前 我們中南部的很多委員如果要派車 我們常常是派不到車的 那很多車輛 我們現有的車輛加上司機的時數 那又因為有一定應修勞基法的規定 所以本來的時數就是固定的 那要分配給我們全院的113個委員來使用 那而且要做到盡量公平合理 大家派車派得到 所以呢在上一屆 我們經費集合委員會 才會做了一個決議 能夠呢要求這個立法院總部這邊 派車這邊能夠公開 就是說大家一個委員可以派車 八十點前 這是大家都公平 但是超過的人為什麼要公佈 因為我們希望這裡有一個約束力讓大家 可以公平合理的使用 所以呢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那上一次我們開會的時候把這個制度 推翻那變成是不公開 那我是很怕 我只是提醒了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再討論看看 我很怕會重蹈覆測 這個恢復過去 很多委員要派派不到車 很多委員是一派車就派了一整天 那這台車就好像他的私人駕駛一樣 那我覺得這樣子也不好了 所以呢才會提醒大家 是不是在這個提案上面 今天呢有機會再來做討論 以上謝謝 那個謝謝何欣純委員 那歡迎委員 好 關於剛剛何欣純委員的發言 我也很支持 因為上一次好像只有我一個人 對於這樣子覺得有點疑問 因為我想以前設了80小時 應該就是有他的理由嘛 那其實超過的人在 車子可以指派的情況下 他還是可以指派 只是說等於大家 稍微了解一下狀況 那我想提的是 跟會議記錄有關的部分 就是會議記錄第二頁 第五項 上次我提的部分 那個主席有聽到 能不能在那個第二頁第五項 倒數 第五項的倒數第三行 就是將助理加班費 留用至教育訓練或其他的部分 加上用在員工身上的問證用途 因為如果有回去聽錄音帶的話 其實我很強調說那筆錢 本來就是在員工的加班費 那如果留用的話 是用在員工身上的 那當然這一次研議就是說 發現似乎不大可行 那也沒有關係 我想會議就要還原 當時我講的那個用途 好嗎 謝謝 謝謝歡迎委員 那是不是我們 我們就是一次 我們讓所有的人都是提問了 然後我們再請那個相關的那個 前者單位來回答 好不好 好 好 有沒有其他的 翁重金翁委員 有沒有其他的一個建議案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的總務 那個總務處 總務處來做一個回應 至於就是說我們整個那個 車輛的一個調配 用什麼樣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報告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那麼剛剛就是何委員提到的這個就是 用車超過八小時的問題 事實上也是跟我們的在上次的決議紀錄裡面 第七點就是說 關於是不是可以超過上限跟流用的問題是有關的 那上次我們之所以會公佈 完全是因為委員會裡面委員的決議 所以我們是正在來辦理的 但是目前情況裡面就是說 上次有提到說 委員的這個時數用不完是可以流用的問題 那我這邊要做說明就是說 假如要流用的話 就是說變成是假如說假委員因為時數沒用 要可以以委員用的話 那我們當然是以假委員來申請 可是假委員申請完以後的話 他的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經費裡面 是跟他的交通費 比如高鐵票或什麼是勾集的 因此假假幫你去做申請的話 是可以移用 可是還是算在假的那個那個 quota裡面算在時數裡面 很可能到時候我們就會把 因為兩個勾集起來 你不可能同時搭車又高鐵 我們很可能會把高鐵票裡面給剃除 所以因此在這個狀況下裡面 我們是認為說這個狀況是比較不可行的 那第二個 假如說把80小時裡面去 就是這個部分給 按照決議裡面 就是說不公佈以後的話 因為按照目前立法院裡面 很多的委員他的用車 我們平均時數大概是 30幾小時到40小時而已 因此假如說這個超過80小時 再不揭露的話 就會有所謂的不公平的情形 有些人可能超過很多 可是其他委員不知道 那其他委員裡面 他可能用的速度也很少 是不是他也會 心裡會產生一種 就是說可能說他在後面 一個不公平的情形 所以我們是會建議說 假如我們當然是會遵照 委員會的決議 但是假如說能夠 這個維持是80小時 這個情形 然後按照我們之前的 運作方式來做的話 我們總務處是沒有意見 謝謝 是 好 那還沒有就是要做其他的一個 補充說明 其他的部分 加班會的部分是另外 是修正的 加班會的部分呢 那個歡迎 好 來 那個謝謝 那個總務 再請那個人事處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有關於 上次會上 有提說 工會助理的加班會 要增加彈性 可不可以留用到 教育訓練 或其他員工問證 用途上 人事處在這裡說明 就是說有關我們工會助理的 加班會 是依據我們立法院組織 第32條 編的 現在每個委員 是84,872元 黨團 助理是十萬六千零九十塊的加班會 這我們編 是編在人事會裡面 如果 但是我們的那個 員工 那個工會助理的教育訓練 還有其他問證費用是 是編在 一般行政業務會 依據 依據預算法第63條 還有主計的法規 其實兩個科目是不能留用的 這個 這首先說明 第二個 我們上次 有說那個增加彈性的問題 我們 也同意 就是說你如果這個月 沒有用完的 我們可以讓你留用到下個月 就是累積到年底 整年來 來算 到時候如果沒有用完我們才腳庫 這是我們的說明 第三 如果 委員 對於 工會助理的 教育訓練 如果有需求 因為我們101年 11月1號 這黨團協商 是把 工會助理的 教育訓練 八十個小時 這一個 這條那個案例 我們是不是現場的 我爭取現場的那個 那個委員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現場表決 那當然我有一個建議 我是這樣子跟總務處做一個建議 你們應該要一個滾動式的一個檢討 如果說好 你已經這個月是限定八十個小時 如果大家其實大家都沒有超過八十個小時 是不是你可以再調整到八十二個小時 八十三個小時這樣子 有沒有辦法是這樣子 那種機動性的就是來來調整 有沒有辦法 這個要去精算 對 就是會比較麻煩 可是顯然 我看我們 我們好像事情太少了 跟委員做說明 就是說 我們駕駛 他的加班時數一個月是八十個小時 是屬於勞計劃 第二類的公司 是 那我們現在 只要是把我們 比如說應該要 控留一些時間之外 乘上我們司機的人數 平均處於111個委員 大概每個人用車時 每個委員用車時大概是七十五小時左右 是 我們現在是定在八十小時跟九十小時 是 那今天講說要增加委員的時數 假設增加五小時好了 那麼增加五小時以後的話 我們的平均駕駛的那個平均時數 要從現在的六十三小時 增加到七十三小時 六十三到七十三 對 那我們原來六十三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人已經是八十了 就是部分人 他可能因為 他的狀況不預計較 他可能是三十四十 一定是這樣的 那麼假如加到七十三小時以後的話 我們可能要把八十小時調到一百小時 那因此這樣他就變成第二類 搞成第三類 要報到 請拿給他麥克風 做來同意 他因此 假如說在增加加班會八十到一百的話 可能有兩個問題 可能要請委員來特別助理 當我們 要我們的駕駛加班一百小時的時候 我們外界會誤會說 你是不是所謂的血汗脊腿 為什麼讓我們的同仁加班加這麼多 這個部分是要考慮的 那麼第二個 我們的加班假如說是在 要請 駕駛從八十到一百的話 我們還要經過勞資會議同意 要駕駛還有這個意願做這個事情 我們才能做 所以這兩個部分是我們面臨碰到的困難 那剛剛委員講說 假如說我現在 因為委員上個月沒有用 可能這個月是可以把它增加 可是我們每個月算起來 是這樣子一個限制條件在 就是說駕駛他 加班就只能夠做到八十小時 那意思假如說我現在是說 那就我就還是增加委員的時數 可是 加班數還是限制在八十小時 很可能發生什麼情況 很可能發生到每個月二十號的時候 駕駛的加班已經是八十小時已經滿了 他一直在後面的話 他變成說 你變成要他免費來幫人做加班這個事情 所以這一部分裡面可能就會 外界會對我們的立法院裡面 這個形象部分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誤解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是 是要跟委員會做說明的 因此我們這個運作的方式 大概已經運作了七八年 所以目前的方式 而且超過了這個八十十數小時以後 我們還是會著量讓委員來派車 只是沒有什麼 只是沒有說是 說是優先來派而已的 因此假如說目前我們統計 一百零八年度裡面 大概只有六個委員 平均是超過八十小時 所以 而且平常我們也都是 除了假洞以外 車都可以派得出來 所以我們是建議是說 我們目前的運作方式裡面 應該是還蠻合一的 以上跟委員會做決策上講 謝謝 那是不是 那個 請教在座的每位委員 你們針對的就是總務的 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你們認為合理嗎 可以啦 我的是 一貞 我請教 一貞委員 就是說當然現在是 當然是勞資雙方要開會 本來就是這樣子 現在景氣不好嘛 那個處長可以斷定說 勞方他不想要加班 那是不是應該做一個統計嘛 對不對 因為有的勞方是願意加班的 所以是不是應該先做一個問卷 或是如果他們不願意加班 那當然我們不能勉強 這是勞資當然是公平的 那如果他們願意加班 是不是應該做個問卷 然後做個統計啊 或者做個調查 或者開個會啊 那我們不能勉強勞工作違反 我們不能做違反法律的事情嗎 是 好 來 再跟委員做說明 事實上 要把80小時加到100小時 事實上院內之前已經討論過了 那我們在勞資會議裡面 跟勞房也形成一個共識 第一個 我們是希望說 要每 平均每一個駕駛 駕駛的平均時速要達到70小時以上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要 那個勞方自己提出他們同意的 同意出來以後 我們再來討論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還是要請他們來做 但目前的話 他們都沒有提出這個 這方面的一個請求跟需求 你們要不要 像我們常常討論法案的時候 我們做一點民調嘛 他們可以私下做不具名的嘛 因為有時候勞方很可憐啊 要看資方的臉色啊 你們資方的表態說我不要 他說他要也不行 他說他不要也不行啊 因為勞方是比較弱勢啊 所以應該做一點不具名的統計啊 或是這一類的 像我們有時候在討論法案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做一點民調 做一點看他們到底想的是怎樣 有的人說沒想這樣 所以有的人不想 這個當然民意的反應各種可能性都有 可以跟委員報告齁 這個部分我們是可以來做 我們可以來 也就是說他們去調查 他們有沒有議員要這樣來做啦 可是假如我們同意他這樣做的時候 還是會有 我剛剛搶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讓我們駕駛加到100小時 這個部分 可能外面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比較難去做說 我跟你說啊齁 民意代表 我剛剛先舉手不好意思 主席OK嗎 來歡迎 我想這個題目有點討論歪掉了 因為原來是在講建議 要不要公佈超過80小時嘛 這個是在限制委員 然後有一點兼 那你剛剛講的是一個結果可能的影響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說有公平性的問題 因為如果每個委員 剛剛講每個委員其實平均是30到40小時嘛 如果委員平均用到40到50小時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說我們違反 就不能違反勞基法 不能成為血汗國會 應該是要我們的共識嘛 因為我們現在處理的主題是 建議要不要公佈超過80小時的委員的時數 這部分就是說應該就回到這個主題吧 所以沒有什麼要不要做調查的問題啊 對不對 上個禮拜是公平的問題啊 是 請何欣存委員 花言 謝謝主席 分兩個層次來講 第一個層次是在因為剛剛在念議事錄 那我對這個招安通過的一個決議有意見 所以剛剛陳委員還會到現場所以沒有聽到 那我只是在闡述一次喔 上一層為什麼會做成說超過用車80個小時的委員要公開 是因為過去 對不起我擔任第三層了喔 那從我第一層進來是菜鳥立委的時候 我必須坦白講 那時候我們常常派不到車 因為呢很多呢要派車的派不到 那有人呢是呢 車子一站就站了可能一整天 那都類似好像變成他的私人司機跟用車一樣 那那個時候呢 因為累積了好多年都是這個狀況 所以大家才會認為說 那這個派車用車的時數這麼不公平 是不是應該給他定一個遊戲規則 甚至呢 所有才有這個所謂的平均80個小時 這個平均80個小時也是算出來的 我想剛剛立法院的他們有說明他們是怎麼算出來 因為第一個還要符合勞機法嘛 那第二個還要詢問勞工有沒有加班的意願 這個我當然支持可以再去詢問 但是呢就算勞工有加班的意願 他還是不能超過法定的加班時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要先說清楚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背景之下 才有所謂的委員每人每月用車80個小時 那超過的人要公佈 那事實上被公佈的也沒幾個啦 坦白講 那是因為都已經很誇張了 用到可能一兩百個小時很誇張了 才有可能被公佈啦 或者是超過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9成9的委員 我相信大家用車都很合理啊 絕對不會有超過的情形啊 那我也相信現在在勞機法的保障之下 大家都很守法的情況之下 這件事情我相信未來也不會有委員被公佈 如果執行的公平合理的話 所以我剛剛在議事務確定的時候 才會 對不起我上次請假 所以呢我必須來講述說 當時候為什麼有這樣子的一個委員決議 說每個人每個月用車80個小時 那超過80個小時的委員要被公佈 有這樣的事情存在 所以我才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希望今天大家是不是可以再商量一下 應該要維持一定的公平合理的一個制度啦 謝謝 好謝謝心存委員 那是不是我們在座的各位委員 我們來做一個協議探討一下 就是說我們也朝著就是不把名單公佈 還是把名單公佈你們的看法啦 你的程序是議事務確定嗎 蛤 你應該只在走議事務確定而已 對啦沒有錯啦 可是就是說 如果議事務有錯誤當然就可以談 如果沒有錯誤當然就是照議事務確定走 當然也可以他可以另外再提一個案啦 這是另外一件事 你應該才走在前面的程序而已嗎 他只是在補充說明啦 他還沒有別人 好那就這樣子啦 我們還是維持研議 那在這裡是不是就是說 這第七條歐崇敬委員跟陳醫生委員的一個提案 就是說 評估那個增加委員的每一個業的用車的時數 那是不是請那個我們的蔡處長 那針對 你剛才就是有做了一個詳細的一個報告了嘛 那 我們有特別決議就是說 下一次陳處長要再針對這個事情做一個報告 那你是講說 不可以 就是 原則上你還是覺得說 建議不要超過80個小時 可是我們建議你 是不是做一個不記名的問見調查 你覺得怎麼樣 那 我們 在下一個 下一個那個 下個月我們再來做探討 好不好 好 我那個 請問我們在座的每位委員 對這個問題有意見嗎 就是我們增加他們就是 做一個不記名的跟各位那個 司機同仁做一個調查 好不好 這在處理哪一題 第七題 第七題 沒有 那是劉用又是不同的一題 現在是劉用 不是啦 那如果說大家要談論現在是在確定議事錄 那就先確定議事錄 這也沒有這個 要不要做不記名的調查的這件事 就如總陳委員講的 我等一下可以臨時動議 你也可以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 那個心存委員再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是針對的就是 歡迎委員的那個 第五題的一個提問 我們就是在 第一 就是 對 在那個第五條 下面 下面就是歡迎委員的一個提問 我們增加了那個 或其他用於員工身上問證的用途使用之可行性 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是在那個議事錄的一個修正後 確定 確定了這一個 好 這個提案 好 那我們接著我們往下去延續就是說 本院一百零九年度預算的執行的一個情形的報告 我們請那個主計處那個黃處長來做一個報告 謝謝 好 主席各位委員 立法院一百零九年度截至四月份子預算執行行報告 有關一百零九年度截至四月份子預算執行降如互表一互表二 請就稅入類經費類項目重點說明如後 第一稅入類截至四月份子累計分配數六百五十萬五千元 累計時收數五百七十五百七十九萬九千元 主要系財產收入五百一十三萬四千元所致 第二經費類截至四月份子累計分配數十三億一百二十萬五千元 累計時支數十億八千四百八十萬七千元 執行率百分之九十一點零六 主要區分下列三大項目 第一委員問政專項敬畏 包括委員稅會及公會等六個工作計畫 截至四月份子累計分配數五億五千一百零一萬四千元 累計時支數五億四百八十萬兩千元 執行率百分之九十一點六二 主要包括委員稅公會及選民服務會 公會助理酬金及加班會等人士會 四億六千三百九十九萬五千元 委員研究室住宿會館 水電通訊會 辦公室務會 國內外旅會等業務會 三千六百四十三萬七千元 讓團補助會四百四十二萬元 第二義式行政支援金會 包括一般行政整領工作計畫 截至四月份子累計分配數七億四千零六十二萬一千元 累計時支數六億七千五百六十八萬六千元 執行率百分之九十一點二三 主要包括職工信奉保險及退休儲金等人士會 五億兩千九百八十七萬七千元 院區水電通訊會資訊服務會 國會頻道委託轉播等業務會 一億兩千七百萬五千元 國會圖書館圖資料庫購置等設備會 一千八百四十萬五千元 退休職工三節慰問金等 加護助會三十九萬九千元 第三一般建築及設備建會 包括營建工程等三個工作計畫 截至四月份子累計分配數九百五十七萬元 累計時支數四百三十一萬九千元 執行率百分之四十五點一三 服藥系一百零九年度購置委員 用九人做小客車及會議 視頻訊號轉換設備更新等 正積極辦理中 一七月未打付款條件 之影響預算執行進步 以上系本月一百零九年度 截至四月份子之預算執行行 均一業務實際需要及規定程序 本尊絕原則何時檢討辦理 整體預算執行上升正常 請就重點內容二要報告 進行指標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在這裡請問各位委員 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沒有其他的意見 那我們就進入臨時提案 那我們在這裡決定 就是立法院一百零九年度 截至失業份子 他的預算執行行報告 准以備查 好 謝謝 我們進入臨時提案 謝謝 修法委員 謝謝主席 關於我們手機電子高鐵票證 申報的這個程序 我們都覺得 辦公室覺得非常的繁瑣 是不是可以盡量的簡化 因為現在是提倡環保跟節能減碳 那我發現他整個程序 我們必須要先翻拍電子票證 然後助理在一筆一筆的輸入高鐵的網站的購票證明之後 再把紙本印出來之後 再請委員每一張票證上面簽名 簽完名之後 助理再把所有的票證再重新輸入一次 到我們立法院的高鐵票跟申報系統裡面 然後再印出來簽名 之後再送到交通科 那這個繁瑣的程序裡面 你除了要印那麼大的一疊紙 其實真的是很不環保 而且助理他要反覆的重複的 在這整個的票證的輸入的這個方面去作業 那是不是有怎樣比較簡便的方式 因為其實當然 如果我們有時間 我們去買那個紙本的票券是可以的 但是其實對我們來講 尤其是我們每天在坐高鐵 我們有時候 現在是OK了 我馬上手機就買了車票 我就走了 就不用再專程請助理去取票 或者說我們自己去櫃台取票 那就這樣子很方便 因為電子化是其實是已經就是非常便捷的購買的方式 但是他事後他要整個申請的這個繁複的過程 我覺得每次到月初的時候 就在整理三個月的票券的時候 我覺得委員也很頭痛 然後助理也很頭痛 是不是有更簡便的方式 可以環保一點簡單一點 好 謝謝那個 新總委員 第一個我也蠻贊成確保的 剛剛的這個臨時提案 那我接著我有一個臨時提案 也請大家來討論 就是剛剛那個用車時速的問題 我還是建議是維持原來的制度 就是每人每月那八十小時 那超過的要公佈 我覺得這是一個小小的約束力 它也沒什麼強制力 但是有小小的約束力 我覺得這樣子是可以把這個制度 動得比較公平 很合理一下 謝謝 好 謝謝新存委員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委員 要來做一個 好 歡迎委員 我也複一句說那個新存委員的 那同時我想上次的那個第七項 後來總務處演藝有讓大家看到結果 其實那個流用的可能性實在太低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維持原意 就是說八十小時以上公佈 然後也不要讓委員之間流用 因為那其實是會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而不是更少這樣 好 謝謝 歡迎委員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委員 要再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好 那是不是請我們那個蔡處長 那個針對的就是那個秀把委員 他這個車票的一個電子化簡潔性 可以提供一個比較精準的方式 其實每一次我們辦公室都要有一個專人 一直在那邊算那個車票 確實是很困境 是 跟委員會報告 就是說之前的話 之所以會要有反復的做法是因為 當初的做法是要有那個憑證 才能夠核銷了 那現在政府已經在推行所謂的電子化了 那所以這部分我們可以來援議 假如說整個制度裡面是可行的話 我們就朝向電子化部分來做 可能就是走線上 線上完以後審核完以後 把它印出來就可以核銷 我想這部分我們是可以來配合辦理的 是 謝謝 謝謝我們的蔡處長 還有針對的心存委員跟歡迎委員 就是說我們超過80個小時的這些委員的名單 要不要公布 還是維持現況 我們就現任了這些委員 我們是要來做一個表決還是說 我們寫的辦理情形裡面在第7點 就是剛剛做說明的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是認為我們以前的制度還蠻不錯啦 請委員能夠多考量我們的現行的做法 謝謝 是就是蔡處長也是建議就是說 名單是可以公布的 這位是委員的建議 我們不敢來當中 是好 是那我在這裡要請教 就是我們現場的那個五位委員 你們認為就是說 我們名單 還是把它公布 超過80個小時的 這樣才會有一個信譽啊 我 我是覺得 第2個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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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好 那 我覺得做委員 說不公布這個 不公布這個 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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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有多發生的 有的 好 那 所以 新陳委員 是不是就是說 那個 第一次我們不給他公布 然後 第一次給他提醒 第二次我們再公布 這樣好不好 好 激一個同事間的一個 互相的尊重 其實 現在大家都習慣了 大家都習慣了 大家都習慣了 接商決議之後 大家都習慣了 好 都沒有超過80個小時的問題 是 那大家就經營這個遊戲規模 好 那那個本席就做成一個 結議 就是說 第一次超過80個小時 那 我們就私底下 那個 就是 私底下就是建議他 我們不公布 第二次的話 我們就是公布了 好不好 好 我還是建議 我覺得 要公布就公布啦 其實 其實上一屆的這個制度 呃 實行的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反正大家都很遵守規矩啊 那 只有少數幾個委員 他可能用車的時速真的是 呃 超過這個時速 那也被公布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公布 也沒有所謂的強勢力 或者是 處罰 齁 條例 那但是呢 只是公布他會對我們委員之間 是不是有稍微有一點點 這個約束力跟一個 大家有點自治啦 齁 所以我覺得還是 超過就公布啦 啊大家這個 這個制度遊戲規則 大家就照片照鏡 這樣這麼公平啦 崇軍 崇軍委員你的看法 你也不會超過啊 好 好 你知道 崇軍委員看法 不然我覺得更嚴格一點啦 齁不要啦 蛤不要更嚴格啦 這樣子已經很嚴格了 如果大家不講比嚴格 大家好像不講話的人 就好像是好像就是 不會啦不會 我們就是把它公布 第二個提案就是說 超過八十個小時 第一次 第一次我們那個不公布 第二次再公布 那 那 這樣出議也不對啦 這樣你快點拿護衛動議才對啦 不會啦 那個 他現在就提了護衛了 他現在提護衛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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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可以算是 呼籲動議啦 對啊 那我 我才是啊 就是說 我們就 來表決 超過 那個八十個小時 那就是 我們就 我們就 同意那個 我們有 我們有超過 那個七個人簽名 那就是 現場的委員 去表決 好不好 好不好 對啊 可以啊 可以 這個護衛動議是可以提的 嘿 他在場 他提嘛 那就在場的委員 有人那個 護衛就可以啦 就成案啦 對 一正 陳希 陳希 對啦 那好 那我就做成結議啦 就是 不公佈啦 別公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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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別公佈啦 我 我一直看著翁崇峻 就很害怕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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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要公佈啦 不是不公佈啦 要公佈 超過八十個小時 因為他在我的鄰居啊 我怕他影響到我的選票啊 是 好 那 那就是 這樣做成結議啦 就是我們 就是超過八十個小時 我們就是 要公佈這樣子 好 那那個 一個主席 你再加一句喔 就是說 要公佈 比如說 像因為上次 因為他說我用八十點 我事實上也不知道 但是 就是他要用到的時候 他跟我們提醒一下 我們怎麼會知道 我們用多久咧 不是七十五小時 不是七十五 那你爸 那你這一次派出去 來 蔡處長 來 你做一個補充 你又讓他實機把車子開走嗎 是不是 都不知道 各位報告 那個委員使用 每月使用的累積時數 我們在申請key表的時候 都會秀在上面 喔 就那張錶裡頭就有了 在你的系統上面 都會顯示說 你已經用到多少小時了 剛剛可能委員會 可是 是簽的那張紙上面嗎 沒有 在申請的時候 我們在系統裡面 會告訴你 那緩證就是 你提醒我們辦公室的 辦公室的那個同仁嘛 好不好 就是有 有這樣子一個良性 一到七十五個小時 會給你辦公室提醒一下 是 好 那就是我們 我們再次那個做成 就是一個提示啦 就是 那個到七十五個小時的時候 請你們跟那個 我們每一個委員辦公室的 一個派車的同仁 做一個這樣的一個提示 那現在那個 我是不是請那個翁重金委員 接替我這個主席的位置 我會奉我們主席之命代理一下 來 來 接下來還有什麼意見 是 那個主席我有意見 那個 我在這裡要請教一下 就是那個我們的蔡處長 蔡處長 這個是我們那個 我們 台北會館 我們台北會館 的所有 所有的那個 在我們的電梯 電梯的前面 他所有的公告 其實就是在提醒我們每一位議員 就是說 每一位委員 就是說你要準備什麼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提醒 那 我覺得 我覺得你自己對你自己的一個管理滿意嗎 那個 你給自己打了幾分 你滿不滿意 我們都有按照我們既定的標準在做 當然 難免會有不如意的地方 只要是我有 你那個 你那個 你上一次到我們台北會館是什麼時候 最近的話就是 上次委員指示我就馬上過去了 我指示你 我什麼時候指示你 13號那一次 13號那一次 你去了一次 所以 你有沒有前前後後看了一次 在5月13號 你到了我們台北 那個就是在台北會館的時候 在5月13號的時候 你還在什麼時間還到過台北會館 之前他們在做那個廁所整修工程的時候 我都有去過 謝謝 那個處長 這個是96年的一個通告 好 這個是96年的一個通告 然後 這個 也是另外一個106年的通告 你說為了使房間打掃人員 假日時間可以多跟家人相聚的時間 所以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來 這個是 這個 這個通告就是提醒我們 就是要洗衣服的一個通告 是在107年 另外的這個通告 這個更誇張 這個通告是88年 民國88年 背著背你 來 這另外一個通告 是告訴我們 就是 有委員緩應 委員的房間裡頭煙味很重 請那個 住宿人員配合 不要在室內抽煙 謝謝你 這個是105年 再來 這一個 這一個對講機 這個等一下再講 處長 這一我們的台北會館 是不是一個歷史古蹟 它是在88年 蓋的 所以你把我們 全部都納進來了 你的所有的管理 你把它當成歷史古蹟再管理 民國 民國105年的 還有民國88年 就是你啟用的時候 你貼的公告到現在都還沒有施 你這個有什麼管理可言呢 你是不是可以給我回應一下 跟委員做說明 那個假如說有貼一些公告的話 可能有一些 要通知委員注意事項裡面 在臺北會館的 製作會館的科長裡面 可能就會張貼這些事情 那有些可能是 總務處裡面 只是會館要貼的 那我相信假如說是 有已經過時了沒有撕下來 那應該是我們的過錯 但是假如說這個事情裡面 即使是比較早 10104 可是它是延續去需要注意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沒有會把它換成 市長你不要 我覺得做錯了就做錯了 一個從開館到現在的公告 到現在超過20年的一個公告 你沒有把它撕下來 你沒有做其他的一個更新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 這是一個國會委員住的一個地方 你們的管理態度是這個樣子 來我在針對的5月13號 5月13號我們台北會館的電梯故障 那電梯故障被關在裡面的 被關在裡面的助理 他在8點19分他被關了 大家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 那他到了8點22分的時候 打電話求救 到了8點30分的時候 8點30分的時候 也打119 然後我們外圍的人 他打了緊急 就是說在電梯裡頭的 那個急救 那個搶救 還有就是說 所有的一個鈴聲沒有人聽到 超過了那個到8點37分 那我們我們的消防隊才到 這個8點40分才出來 那你9點10分才通知我說 那個你們有一個助理被關在裡面 前前後後這麼多的一個時間點 我們怎麼樣去看待這個問題 好 本席幫你做了一個 徹底的一個檢討 你在所有的一個電梯的一個管控裡頭 這裡頭寫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 你在2月18號其實他已經告訴你囉 他告訴你說你的主機 那個有一個做事的一個破損 你必須要更換 2月18號就已經告訴你了 3月2號他每個禮拜都來做維修 3月2號他也繼續再提醒你 可是在3月2號以後 你所有的資料你就不見了 他沒有再提示你 一直到5月13號出錯 這個過程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我希望你給我做一個回答 在這裡的話要再次 向委員會還有委員致歉 就是關於就是張小姐 受困在我們電梯的事情裡面 造成一個驚恐 六二院總務處 導致再次的一個歉音 那我先敘述一下 當時發生的狀況 就是說那天電梯 事實上在事情發生 之前幾分鐘 我們的櫃台已經發現到說 有的人反映說 那個電梯有聲音 那因此我們同仁第一時間 就到了那個電梯旁邊 可是那個時候應該已經是 電梯到1樓可是門打不開 所以委員的女兒就被受困在裡面 那那個時候因為 打不開以後的話我們同仁也很緊張 所以第一時間 因為他電梯沒有壞 他還是會上下移動 所以我們就把他移到地下一樓 同仁把他按住了那個電梯 讓他別人不能再使用之外 同時我們希望用手力量把它給翻開 所以我們有疏失是因為 第一時間我們是有在安慰這個 受困的一個張小姐的 那但是因為我們可能沒有那個能力 把那個電梯打開 所以造成說在裡面待了20分鐘 因此我們剛初也可能以為說 我們的力量可以自己解決 所以並沒有第一時間就請消防局 所以所以處長顯然我們的警戒性太低 你這個警戒性太低 就是在現場的搶修 你已經造成了一個怠慢了 還有就是說這非常清楚 在3月2月18號他已經告訴你了 這個已經告訴你說你的門控 連動的一個固定座 就是已經遭到外力的一個那個撞過了 所以長期的金屬的一個疲勞 以至於斷裂 所以你們都沒有換嘛 這個已經這個我跟你講 不是在5月13號發生 在往後也會發生 處長我再跟你做一個報告 5月14號我自己親自坐電梯 我去按了這個緊急搶救鈴 我跟你講兩分鐘 我甚至聽到你們外面的同事在講說 這是什麼聲音啊 這是什麼聲音啊 可見你平常的一個訓練都是不足的 你平常訓練都是不足的 然後後來本席去看了一個 你這一個在電梯連外的一個對講機 你們把它塞在一個角落裡頭啊 我還試著就去把那個電話拿出來 是要用那個很大的一個力氣把它拉出來的 好你們的效能也非常快 謝謝你們對本席的一個尊重 到了下午你們馬上把這一個對講機移到外頭來 我覺得其實處長 我知道你在兩個月就要退休了 那你是不是提前部署 超前部署 把我們這整個 整個不管是大安會館還是台北會館 是不是可以重新去做一個好好的檢討 甚至上一次上一次就是上一次開會的時候 你針對本席我問你說 好你是不是就是說這個打掃的這些同仁 是不是要委外 你跟我講說在評估 處長我再請問你 是不是要委外 是不是你還在評估 那個房間部的問題 房間部 房間部還有一位同仁 可能目前他是沒有意願要到繼續工作 是 那這個部分裡面我們已經提到一個替代方案了 找人來接替了 我們會在7月份把它調回院裡面 那房間部裡面就是繼續維持 目前的運作方式裡面就可以了 那我們會在 繼續的運作方式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委外呢 我們目前的話就是我們有替代方案 撐到年底以後我們會公開招標 然後就整個委外 但是目前還是 我們再回到這個 上一次的一個問題裡頭 是 每一位國會議員的一個房間 你把它委外 萬一我們有一些重要的國家機密 是在我們的手上 然後是在我們的房間裡頭 那我們這些資料被拍照了 怎麼辦呢 你什麼錢都可以省 你怎麼可以省到這個地方來呢 你一點都沒有照顧到我們的國會 議員的一個基礎上的一個 真的安全性 況且我再告訴你 你跟我這樣子的一個回答 也是很呼嚨 台北會館有沒有委外 就是在服務部 就是在房間部的一個整理 有沒有委外 台北會館 然後大安會館有沒有委外 四樓六樓有沒有委外 目前房間部裡面 我們有請我們第一星期公司裡面 派員來協助資源 是啊 你就已經委外了啊 你局部委外了啊 是 局部委外了啊 那我們年底會再擴大它的範圍 好 那更可怕 因為跟委員報告了 我們面臨兩難啊 就是說 面臨到 我們同仁他的一個工作意願的問題 我們確實是 因為我們不能夠強迫 我們在院區其他同仁裡面 硬要去做這些工作 你如果用機公的任用的話 會有這些困難嗎 我覺得現在就難在這個地方 整個管制的不能夠從外面聘進來 只要聘進來的話 我們馬上解決問題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是行政院的政策 那除非我們能夠有一個決議 我們來專案跟行政院來做申請 是啊 那你是不是用專案的一個申請呢 對 我們可以朝專案來做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我們住的一個安全 是 我們住的一個安全 好不好 是不是請你用專案的一個處理方式 是 好 這樣子透天 那個就是瞞天過海 上一次問的跟這一次問的 完全都是不一樣 那處長我再請問你 我們整個立法院的違章存不存在 有沒有違章的一個建築存不存在 存在 存在那怎麼辦 我們帶頭違法 立法院的違章裡面 上次我們在換地完成以後 我們就要去申請所謂把違章 那你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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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啦 多好啊 你看你退休了 可是委員 這個跟我退休沒有關係 我們 公務人員裡面 我們該有的事情 你們都是照做的 整個程序裡面都是照做 該我們就不然來做 絕對不會說 因為個人 處長我都肯定你的做事的態度 可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一個問題存在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一個問題存在呢 你說所有消防安全的那個 檢修的一個申報書 我很認真的跟助理去研究它 這個有沒有造假 那個我們目前的話 就是說 這些檢查報告完以後 我們委託的廠商他要把這些檢查報告 處長有沒有造假 你私下再來跟我做報告 有沒有造假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剛剛主席的意見 我們希望秘密輸出能夠充分注意一下 然後應該跟主席報告的 也希望能夠儘快跟主席報告 那請問 請問各位委員 還有沒有其他的臨時動議 或者其他意見 好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裡結束 好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